好,新闻专题时间 我们今天的新闻专题 闪师傅的视频 昨天闪师傅出了一条片 《国安法草案》的内容 都看了 关于《国安法》的看法 他在里面提了几个点 其实他讲了很多东西 譬如说说 草案本身他觉得可能是 香港的法律界人士 或者法院的诸位人士帮忙草拟 我说 其实跟 我不知道他那个是怎样得回来的 跟2003年的大同小异 所以其实根据2003年的 来去做一些修正的 不知道是否完全是2003年的 但也很正常 因为现在一讲起 开始做到现在的时间很短 你用原本的藍本出来 修正某些文字 扔出来也很合理 因为很短时间 另外一件事最讲的 闪师傅讲的是追溯期的问题 追溯期 他说就算不是根据23条 或者根据普通法 或者根据之前港英政府留下的法律问题 关于一些叛国 关于一些颠覆的 也有些罪行 于是他得到一个推论 就是说追溯期应该是去到1997年的7月1号 大师怎么看 很多人害怕 这件事 这件事早已说了 因为你本身现在只是一个立法疏忽 只是一个立法疏忽 即是说是一个未立法 我说了会立的 是 不过我这样说 其实可以追溯到无了期的 他追溯到1997年的时候 已经算是比较好 追溯到无了期 即是97年前也可以 第一 因为其实你只要 他都说了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只要把The Queen 改了做政府的话 就侮辱过政府的话 或者是中央领导人的话 其实因为是相似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乎习近平的话 或者没有当时的领导人的话 那对不起 你是可以用回之前的法例 用回港英政府法法例去追溯 就是之前97年前 如果你侮辱英女王的话 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 是是 接着他说用回归条例 第六条 并将英女王 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港督变成特区行政长官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还有一件事 就是关于追溯期 也是一个世界承认的标准 就是如果你那件事 阿闪师傅 用普通法的方法解释 而我说是用大陆法的方法解释 大陆法的解释 即是 civil law 即是 civil law 不是特别中国大陆的法律 很多人解释 因为香港很多法盲 而是解释 有人在说 香港的法盲 是很离谱的 因为你读过法律 那些都是法盲 为什么呢 譬如有法律 我看见很多人写专栏 写什么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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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罪推定 那些 第一 其实全世界法律都无罪推定 他们觉得中国大陆不是 或者大陆法盲 只有普通法 因为他们只是党 不知其他 其实所有法律 都是无罪推定 是 是没有有罪推定的法律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有罪推定 那当然是无罪的 不,他们认为 在其他法律 除了普通法以外 是有罪推定的 很多人认为 OK 那基本上 他们认为是无罪推定的 不是,但是很多人都认为 不是吧 很多人都认为 普通法无罪 他们认为 OK 只不过你是执行的问题 如果理论上 都是无罪推定 第二就是 很多人认为大陆法 就是中国大陆法律 其实大陆法律不是 这个我不用说 这个是很笨的 如果大陆法就是中国大陆法 我想香港也有几成的人 是很笨的 就是波伦布发现新大陆 就发现了中国 就是这个意思 是 我想香港大概 所以香港的人 其实在我心目中 都是属于一些很低致的人 就是 不是属于人类资料 大部分 是 那 所以 这个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简单来说 现在说回去 那件事情就是 只要那件事情 是一个全世界都有的法律 嗯 不是我特别的法律 嗯 只要那件事情是可以无限追索 因为那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标准 所以那是可以无限追索的 所以那是可以无限追索的 根据普通法的标准 这是普通法的做法能力 明白吗 因为普通法最初的时候 它不需要一定立法才可以 它有一个制造法律的能力 嗯 所以这个也是 如果 这个是 因为国际标准来的嘛 不是只有我发明的 对对对对 所以 但是半个人全世界都有的嘛 全世界都有 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半个人 是的 所以其实 如果牵涉到1999出年7月1日 都已经是比较温和的了 嗯 可以这么说 是 行不行 但就算它的追索权 会到哪里呢 我就不知道 但我只是说什么叫追索权 那你跟我说法律 还是跟我说反共呢 你跟我说法律的话 你一定不跟我说 是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说法律 其实大家通常在香港说法律的 就要是一些写专栏的 或者那些什么东西 都是很无知的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 小师傅说了一个 扣留理调查的问题 现在通常呢 如果你犯了普通的 就是未起诉理之前 就有权扣留你48小时 但是他就说 如果你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那可能扣留的期限 就会去到14天 而且还可以由行政长官 再签法 就无限期延长 其实这个国际标准 如果牵涉到国安 就可以无限期了 那美国也是 扣留在那个 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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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无限期扣留 很多扣留了很久 那么 合不合理呢 就是如果香港这样的应用 会真的制造到很大的 国际标准是否合理 那是国际标准 全世界都可以这样做 当你说香港 你牵涉到一件事就是 我说共政权 你不是 又是说共政权 他不是 你不是 即是你永远都是那样东西 你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所以你没有人民授权 接着你又听中共说 你永远都是到最后 你都会转换去那样东西 对不对 那你只要转换去那样东西 关你无论做什么都错 所以也不需要解释 即是 即是当你去到 如果你去黄尸到最后 你发现不够讲的时候 文革又怎样 文革又怎样 之前你杀了几千万人 又怎样说 到最后你不够讲 唯有讲这些 那你一讲这些 就证明你不够讲 即是譬如你不够讲的时候 如果周常不够讲的时候 哎呀死了不够讲 都会砸你一身 或者有时候我很喜欢 一些读者留言讲初骂我 即是证明你不够讲 是 对不对 你为什么我初骂我 即是你讲不赢我 所以你才会讲初骂 那你也不认同他的政权 不你也不认同他的政权 我不认同他的政权 或者你也不是文宣出来的 所以你不行 文宣出来的 答都可以 杀都可以 没问题的 就是这样的嘛 即是你不认同他的政权 那不用认同他讲法律条文 因为他不成立的嘛 是啊 所以那个人就说 其实应该就是 如果你不承认我的政权 不承认我憲法的话 我应该直接抓住你的枪斃 因为你反正都不承认我 你承认我才会讲法律 你不承认我 为什么会讲法律呢 那陈师傅另外有个看法 他就在那条片里说 他说现在因为牵涉到 所谓国家安全层面 那昨天李家超也都说 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由香港警察 里面选取的人才出来 就落实执行 这个港区国安法 一个新的部门 那陈师傅说 就是说 好不好 因为国家安全的概念 对香港人来讲 一个全新 或者执法机构 律政机构 那些全新的概念 他就应该觉得 就要找内地 搞开国家安全的 专业人士来香港协助 我们来搞 大师觉得是 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全新去学习 香港人自己 搞国家安全 比较好些 那要似乎你说什么 是 如果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来说 那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从国家安全来说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是 问题就是 你是在说什么 是好事 好事和坏事 是你有了定义才说 是什么是好事 是 你如果打个儿子 那儿子能读成书 当然我不认为 打儿子能读成书 这是假设问题 因为我认为打儿子 我认为打儿子 是假设问题 那就是一个好事 但是打儿子本身就是坏事 所以整件事就是 好事和坏事 你要有了一个目的 你是不是达置的目的 就叫做一件好事 如果达到国家安全来说 从国家安全来说 你当然找一些国家安全 如果不是大佬 你都没有网管 那你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你从香港来说 我们当然希望 香港人不是我们 香港人当然希望 比如说高度自治 我自己搞得 但当内也很明显 在国家安全的问题 是搞不好的 香港是搞不好的 因为很多是牵涉到国内的 所以你是搞不好的 所以你是搞不好的 那也是合理的 我不是说是否合理 只要是有效的事 是有效的事 有效的事 就是如果找上面的 专业人士来说 国家安全一定会有效 有效很多 或者这么说 我反过来说 如果不拿国内的专业人士来说 就肯定没有效 不如我反过来说 因为你香港人一定是搞不好的 是 至于是好事还是不好事 就看各下的 至少现在是搞不好的 因为你现在 你从来他没有做过 这些事 可能过了十几年之后 就变成有效 但问题 我相信 下去 会有一个沟通 会好些 是 那沈师傅那条片 最后也说了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 许智峰呢 向那个 驾车撞向人群 那个的士司机 提出私人检控 那 跟着就 裁判官就说 表证成立 就要求那个 的士司机出庭 那但是 那沈师傅就在里面 说了一个 什么法律 Lotus Locus Standing 那问题 那个法律概念就是说 为什么可以向那个 的士司机 提出私人检控 就是 如果他做的事 是伤害到我 撤身利益的 那我当然可以 看私人检控 若然和我都没有关 那我还可以 提出私人检控 私人检控 去检控任何人 我在街上 我看到有个人 穿暴露 我可能 那个 你有一个犯法的 你见到A到B 你就不报警 是的 你就做完私人检控 替A告B 是的 但是和我没有关 他们的利益和我没有关 是的 那究竟阿仙师傅 就问这个 马道立大法官 就 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 这样申请私人检控 那 OK 但情况就是这样 是 情况就是因为 他们曾经用过 他提出过 就是结果有人做 用私人检控 检控郭荣 是 所以 许智峰才是 或者检控梁家荣 所以 许智峰才有私人检控 那些市司机 但是问题 因为梁家荣 和郭荣康 这两个 一个是拉布 另外一个就是 港台失职 这两个都是公众利益 所以就是私人检控 而这个本应是不可以的 所以那个裁判官 他就觉得是有问题的 就是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 这一个 其实如果 纯用这个问题来说 是准备了他 我认为如果 马道立的话 只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 暂止 炸体不到 而另外一个就是 去搞裁判官 插他一轮 接着撤销 那马道立的状况 多数都是 但是他其实技术上 已经被私人检击倒了 是 可以吗 他技术上被私人检击倒了 但问题就是 现在相信 不会有一些 建政策律律师 够胆走出来去 去查马道立 不是律师 就未必有那个水平 未必有那个水平 OK 为什么不敢插 因为他们在大法官 以后 你不用打官司 是啊 是啊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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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各个法律师 出来都说 香港法治有险可守 为什么香港法治有险可守 你说 无险可守的话 法官的法律界 就是说 没有了法治 他们就当法官无盗 所以 到最后 大家都一定是说 法治制度是很好的 现在都没有问题 如果不然 你以后就不用打官司 又不是很好 又有险可守 是啊 还有一个险可守 所以 新武林建政策律 大家都不敢去 动法官 不敢动法官 我都笑笑笑 好久之前 我跟师傅说过这个问题 我说 唉 你这样 如果你有什么案子 就麻烦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样 如果你有什么案子 就麻烦了 这个劝告都很合理 是的 我也觉得 所以他也是 很大犧牲 OK 那你这个 这个说法也很合理 真的 是不是 哇 你落到马道立手上 还可以走 对 是 但是下面那些 大件事 有个裁判官 在水佳麗手上 大件事 那 再说一件事 那 国安法 你觉得 辣还是不辣呢 辣了才知道 但问题 我认为 不是辣 不是辣 是辣 我认为很辣 我认为真正入了 如果 我觉得 如果他有追索权 超过14天 可以无限期扣留 这两件事已经是 很辣 我也睡不着 很多人睡不着 很多人睡不着 是 看看会做到多大 这件事 看看他的逻辑范围有多大 他准备抓几万人 几十万人 还是几百万人 是不太定 是 如果真的要逻辑到尽 一百万人都抓到 一百万都抓到 如果超过一百万人 我觉得有危险 你自己也认为 是不是 问题是怎么抓 你一定 刚才你问我一个问题 银车 有没有问题 银车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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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真的有心 因为中间可能会牵涉到 如果这样的事情 会牵涉到很多人 问题就是 你那个网子究竟 窗截得多密 是 永远都是 你觉得呢 会不会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到很硬 其实 你之前说的 23条立国安法 可能是一个政治宣言 多少 那52张封牌也很难免 OK 54好像是 因为有鬼 是的 大鬼小鬼 所以那54张封牌也很难免 那些当然不用说 其他的 其他的 我想就是 似乎我网织 似乎我网织得多密 就是 你要拘捕的话 合法地拘捕 应该可以拘捕到 一百几十万人 是很无疑问的 但问题就是 我认为 那件事 他想 他想牵涉 所以当年的时候 对 史大林亚距离 他们是很科学的 嗯 史大林亚或者 中国有没有试过 这件事 都是很科学的 好像中国试过 应该是中国的事 不是 就是说 我们很科学地去统计 我们在社会上 大概拘捕多少%的人 是的 就会平定 3-25% 所以每个单位 要交3-25% 是的 很科学的 但问题 虽然大家说 有没有搞错 但这个一定做到 和一定很科学 如果你做得好 拉倒的 无辜也很少 只是看稀密一点 你肯定是 他不需要冤枉你 你都能够拉到 所以问题就是 他想整件事 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 以及你的反抗程度 你究竟捕多少人 因为你捕的人 多於社会会会很伤 你捕多少人 是捕最少的人 是达到最有效率的平静 的稳定 是 这个是很科学的 其实 好 有没有要补充 没有要补充 那么今天的专题时间 就是这么多 我们明天的专题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